主料,意大利面300克,牛肉末100克,洋葱半克,西红柿一个,辅料,黄油10克,盐,橄榄油,干燥螺螺,刷四吧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洋葱和酸分别切成碎,西红柿用热水烫一下,方便去皮,买的小西红柿就用的多一些,大的一到两个就可以了。 西红柿去皮切小块备用,锅中烧水,按照要求煮一面,煮好后过凉水,沥干水分,倒入橄榄油搅拌均匀,黄油花开放入牛肉末煸炒,变色后盛出备用,倒入橄榄油,放入碎末和洋葱末煸炒,炒出香味后,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,等西红柿变得粘稠放入牛肉末,放入适量盐,黑胡椒,干燥, 热了,翻炒片刻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一,锅中的水烧开后,加入一勺盐,一勺橄榄油,下入一小把量的一大粒面,不要至极用筷子搅拌,让面条自然的散落,带面条根部软化,后用筷子轻轻翻转,几下,即可二家盖子煮八分钟,带面条大约七到八成熟的时候, 捞出用凉水冲一下,让其冷却,也可以放进冰水中,化散之后,沥干水分淋入适量的橄榄油,用筷子拌匀备用,三,糖色变红西红柿软烂后,再次根据自己的口味,加入适量黑胡椒盐调味即可,四,可以多放些罗乐,味道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